互联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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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好 我是陈方铭 欢迎收看台灣新文学史 今天我要向各位观众介绍的是 1960年代的台灣文学 1960年代可能是战后台湾文学史 非常精彩的一个阶段 它之所以非常精彩是因为年轻的作家诞生 然后第二个因为国民党已经稳定下来了 反共文学已经慢慢的 它的过渡时期的任务也淡化掉了 这时候美元文化就是美国对台湾文化的冲击 也开始发生效用 年轻的一代 他们一方面是读了很多西方的文学 第二个是他们虽然曾经经过战争年代 但是战争对他们的记忆 对他们已经越来越遥远 在一个生活比较从容的状态下 比较稳定的状态下 那也就是文学要诞生的时刻 所以1960年是一个重要的断裂点 可是也是重要的出发点 它跟50年代的文学慢慢疏离了 这并不是说反共政策已经消失 恰恰相反 它开始变成一个看不见的 一个言论禁区 台湾警备总部或者各地的新闻局 它都还有掌管这一种思想检查的任务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又是政治干涉 然后又是政治环境稍微稳定了 新的世代诞生的时候 他们当然跟前世代的反共文学作家 是完全不一样 1956年文学杂志 那个创办人是夏季安 那就是后来写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夏志卿的哥哥 那他是夏季安是台大外文系的教授 他当时是希望就是说要求他的学生既然选他的课 就尝试去做文学创作 他就用他的文学杂志鼓励他们 就是说你的作品写好的话 我就可以在文学杂志发表 所以文学杂志是1960年代 在很多年轻作家一个习作的地方 可是1960年夏季安突然被邀请 然后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去讲学 所以这个老师不在的时候 这些学生包括白仙勇 陈若熙 王文兴 他们这些人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原地 1960年他们创办了现代文学 所以现代文学这个名称 它会变成文学史上重要的名词 就是因为有这个康护的诞生 我们如果把第一期的小说拿来看的话 在现代文学里面我们就发现白仙勇 他写的郁青少 我们也可以看到王真和写鬼被封人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王文兴或者是陈若熙 他们都开始把他们最好的作品拿出来 不仅如此 他们也带动了台大的中文系的学生 中文系的教授也开始写这个稿子 那什么叫做现代文学 我们都知道现代文学都只有在都会里面诞生的一种文学作品 他们的内容创作的方式 就是他们开始写他们的内心世界 过去反共文学或者三零年代台湾作家所写的文学 大概就叫做写实主义的文学 写实主义就是说作家看外面的世界 所以他可以客观描述外面世界是什么 现代文学它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作家看自己的内心世界 那这个内心世界是非常抽象的 比如说梦或者噩梦或者忧愁或者寂寞或者孤独 这些东西你怎么去描写 所以这种内心的感觉它透过小说的作品 或者透过散文或者诗的作品开始去写 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说这种诗我看不懂 因为你都在写你的内心世界 可是你怎么去定义它 可是开始写的时候可能遭到读者的抵制 可是过了一两年 这些作家的作品就慢慢一个一个被承认 1960年开始有这个康复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所谓的现代小说 现代散文 现代诗 现代画 现代舞 这些现代音乐这些所有的新的名词前面都加个现代 那也就是说他们不只是描景 就是外面的景 可是他们也描写内在的心情 1960年重要作家诞生了 你譬如说宜光宗 他就是在1960年奠定他在台湾文坛的地位 那同样的 那个时代东海大学的学生叫做杨木 他当时用笔名叫夜山 他已经开始斩肉头角 发表他的赏文 然后也发表他的诗 台湾的抒情传统或者是抒情诗 写最好的 现在目前我们回头看当然是杨木 可是在他之前有几个重要的诗人 其实已经为他们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 我们举一个例子 1954年季玄完成了现代诗社的集结 然后1956年我们看到了创世纪 蓝星 这些诗社他们也诞生了 这些诗社集结了很多诗人 所以到1960年的时候 那个现代诗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 那这现代诗当然是很抽象 很多人都说看不懂 即使到今天 我的很多学生他们也是看不懂现代诗 可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 并不是说你一下子看懂 你必须要习惯它 它的措辞用字 你常常习惯它的措辞用字 然后我们就慢慢地进入了那个诗的内心世界 所以1960年是精彩的一年 那我们也看到了小说家 散文家也出现 那现在比较重要的恐怕就是诗的诞生 我记得1960年代的时候 台湾有几个重要的诗集都已经出版了 例如说宇光中所写的《脸的联想》 然后杨木他已经开始出版他的诗集 叫做《花记》 那郑筹宇现在大家都最熟悉的就是那本《错误》 这是在50年代末期的时候 他收在他的梦土上 那《雅贤》 你看雅贤他的诗 他在1960年的时候他已经写成熟了 那这些诗人的作品 他们的影响力不是只在台湾 其实在香港很多诗人他们也都开始模仿 台湾现代诗人所写的作品 那包括马来西亚的我们称为马法作家 那时候当然马来西亚还没有见过成功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当地的华巧诗人也在模仿台湾现代诗 所以1960年代不仅是小说最好的 也是诗最好的 散文最好的 那从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当然就知道了 1960年现代文学诞生了 我们也看到了 到了1966年 又另外一本杂志出现了 这本叫做《文学纪刊》 《文学纪刊》是由王真和 郁天聪 陈映珍他们这些比较关心社会现实的作家 他们创办了一个 《文学纪刊》 《文学纪刊》不会像现代文学它是双月刊 所以它的出版的节奏比较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文学纪刊》当生的时候 也就是作家开始干涉社会的那些作品 我们现在读陈映珍的作品 那很明白 他后来当然是我变成他的论底 可是在我大学时代 我是看他的作品长大的 因为他的作品 不管他写将军族 第一件差事 他写那些作品 他不仅仅是写流亡来台的知识分子的困境 他也写台湾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这些小说的诞生 使我们第一次看见 原来文学作品可以是这样写的 而不是只有配合国家的政策而已 《文学纪刊》的诞生 给我们一个新的面貌就是 一个作家并不纯然只是写内心世界 他可以用非常艺术性的文字 去描写外在的社会现象 当然这个也就是作者的内心 跟社会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对话 而这样的对话 我们当然就是变成了现代文学 非常重要的主题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继续收看 欢迎各位观众回来收看 1960年代之所以精彩 并不是只有几个重要的期刊出现 比较重要的是台湾本土作家诞生了 女性作家也诞生了 当然军众作家继续在创作他们的作品 这些杂志我们当然就会看得到说 真的那是一个台湾文艺复兴的时期 1964年我们也看到两本杂志诞生 一本就是吴卓柳所创办的台湾文艺 一个是由一群本土的诗人 所集结起来创办的 叫做利诗刊 斗利的利 那他们创办这些诗刊 或者创办了台湾文艺 第一次是要看到 我们让读者看到了 台湾文学主体性 或者台湾文学的本土性 就在那个时候展开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两股力量在发展 一股力量就是纯粹艺术的要求 就是走这样的 现代文学是如此的 那中间偏左的大概就是文学纪刊 他们一方面也要追求纯粹艺术 另一方面他也是要去干涉社会现实 那比较本土派的就是台湾文艺跟历史刊 他们就是专门写台湾的本土的各种 现实社会的现象 我们今天回头看1960年代 就是到了1964年的时候 吴卓柳创办台湾文艺 那是了不起的一个创举 没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们 所以他要一个一个去募款 他的企图在哪里 他一方面是希望过去在日剧时代 曾经写过文章 或者有文学经验的那些老一辈的作家 能够付出在战后继续写 另一方面他是要培养年轻的一代台籍作家 所以这样的心愿他非常清楚 因为国民党来台湾以后 是把殖民地时代的文学 跟战后的文学把它切断 所以台湾文艺他是希望能够把 被切断的日剧时代的文学 跟战后的文学把它连结起来 他把杂志名称称为台湾文艺 遭到台湾警备总部的注意 他被约谈了好几次 第一次他每一次就问他就说 为什么你要称为台湾文艺 有各种文艺都可以命名 你为什么要叫台湾文艺 他们对台湾那两个字非常忌讳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就是质疑他说 你可以每两个月出版一起 或者是每四个月出版一起 你的经费从哪里来 吴佐柳说 我就是要让台湾的文学风气 能够培养起来 所以我创这个文艺 可是这些钱我都是去募款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办这份刊物的心酸 我们会看到历史刊 或者看到台湾文艺的诞生 就代表台湾本土文学开始在复苏之中 无论他们的文学形式是多么简单 但是他们的用心良苦 以及他们要建构台湾文学的主体性 在那个长白的年代 可以说是用尽了各种方法 那当然我们现在回头看 都好像是很轻松 可是如果处在那个时代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有多少作家 他们都默默在那边耕耘 如果没有吴佐柳出来号召 恐怕他们很多人都远离了 文坛 那这一个康复很重要的 就是让战后世代的台籍作家 能够写出他们想要写的文学作品 也许在主流媒体 他们没有办法发表 但至少台湾文艺提供了一个 这样的原地 后来崛起的本土作家李乔 李乔也就是在台湾文艺 开始大量输学 被读者注意到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 就是说在台湾文学里面 有几个重要的科技作家 都是重要的学手 纵然在殖民地时代 他们都必须用日语 可是战后他们就尝试要用 中文来写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桃园的 宗兆正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陈千武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在美农的 宗里尔的儿子宗铁明 他们都变成这个杂志的学手 1965年 宗兆正 他编了两套书 那就是国民党称为光复20周年 可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合 宗兆正开始集结所有台湾的年轻作家 然后开始集合过去的资深作家 完成了一部 那为他所编出来的 他有两个 一个是有一个叫做文坦的杂志 他编了一个本省作家作品集 他第一个他编了 另外一个他为台湾省政府所编的 台湾青年作家的作品集 所以这两部 两部的那个专辑 大概一套都是十本 他这是台湾作家在战后的最大的展现 我们可能在图书馆的架上 他是平静的 罗列在那个地方 可是有多少骚动的灵魂 是在这 这些作品里面翻滚 他们一直在找精神出口 他们也在寻找他们文字的表达能力 那这两套书 我一直觉得非常重要 应该有人回头来研究这两套书 他的作者的成员 这也就完成了一个上个世代 跟新的世代的连结的一个重要关键 那我们再回头过来看 林海英在编联合复刊的时候 他让很多女性作家 开始来写文学作品 这个大概也就是 我们在谈整个六零年代 现代文学的时候 女性作家之所以非常重要 就在这里 那当然他们这群女性作家 尤其是写现代小说的 大部分都是在现代文学这个刊物发表 那有一个作家叫乌里华 他是写那种中国乡土的文学 但是最重要他写女性的文学 所以女性文学在六零年代 我们就已经发现 那时候已经开始有这种 被压抑的女性的身体 他们开始在戒严时代冲破那一种 挡进抱进 然后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感觉 真实的感情呈现在小说里面 那除了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作家 叫做欧阳子 他出版了一本《那长头发的女孩》 这本小说改为《秋夜》 那这里面当然就是可以看出来的 这些被压抑的女性 开始写她内心的情欲 那这些内心情欲就是说 其实她的用心不是在情欲的问题 而是一个女性身体如何自主的问题 欧阳子在这一点上 她是写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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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深刻 而且非常非常仔细 那乌立华或者是陈若曦 或者是斯淑青 斯淑青他们在六零年代的现代文学 她就诞生了 那我们谈到斯淑青的时候 不要忘记她是从陆港出来的 她的妹妹就是李扬 这一对姐妹 事实上在六零年代 所开启的女性文学 成绩相当可观 我们只要回头去看 1960年代的女性作家作品的时候 这两个人的作品 是完全不可覆视的 尤其像斯淑青 她后来也慢慢开始 写一些心理分析的小说 然后她也开始写 那个女性如何冲破了 传统的这一种观念 然后来建立女性的自主 她的妹妹后来也当然也是如此 那她们必须要到 1983年才正式的 像李扬她写的《沙夫》 在1983年得奖 那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实在不一样 台湾文学史不再是 国民党的文艺政策 所以可以控制的 因为每个人都开始写出 他们想要写的东西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还在配合访工政策 可是这些作品已经慢慢被过渡掉了 在读书市场里面 它是销入越来越少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些新世代的作家 女性作家 在基督六零年代都诞生了 那六零年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就是现代式运动 那么这个现代式运动 我们今天朗朗上口了 或者高中教科书常常可以读到他们作品的 比如说亚贤或者郑仇宇 余光中 杨木他们的作品 都是在六零年代他们就创造出来 这是一个黄金年代 也是整个台湾文学翻身的年代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下周同一时间